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2018年8月17号 今天的主要新闻有 达赖喇嘛尊者出席感恩卡纳塔克班活动 达赖喇嘛尊者在班加罗尔谈 21世纪的勇气及悲心 辞政洛桑森格在班加罗尔法学院和商业研究中心发表演讲 美国华人作家撰写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书籍正式发行 联合国专家质疑中国对藏人的歧视性护照发放政策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 于8月10日与印度卡纳塔克班首席部长邓邀元 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策划 印度南部五个藏人定居点共同举办的2018感恩印度系列活动之感恩卡纳塔克班活动 感谢印度人民和当地政府对流亡藏人流史年来的支持和关照 达赖喇嘛尊者在活动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西藏人民在过去近60年的流亡涉月中 在教育文化语言和身份保护等方面受到了印度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和关注 尊者表示我感到非常荣幸 西藏难民有机会感谢卡纳塔克班和印度人民 因为在藏人的价值观里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人的善意 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们理所当然向所有向我们伸出援手的人们表示感谢 就像刚刚民选的政治领导人司政谈到的那样 当年我们来到印度时 我们只认识天和地 但是由于我在1954年后期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联王藏人得以在印度避难 在谈到西藏自由斗争时 顺者表示西藏问题将永不消亡 因为我已经遇见了西藏美好的未来 尊者还强调 我们藏人不应该感到低落 作为拥有35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我们有很大的潜力 因此年轻一代的藏人应该要更加自信 这非常重要 在达赖喇嘛尊者结束演讲后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森森格和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库马拉斯瓦米等要员相续发表了演讲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森森格在致此时表示 佛教的慈悲和谦卑观念 教导我们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正是由于同样的理念 藏人行政中央将2018年作为感恩员 以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 尤其是卡纳塔克邦的慷慨援助 使流氓藏人今天能够顺存在印度之一伟大的国土上 司政还谈到卡纳塔克邦与西藏之间的共同纽带 并强调这一纽带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纽带 而是超越政治边界的纽带 司政罗森森格在致此结束前 再次向印度政府和人民 特别是卡纳塔克邦表达了致臣的感谢 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库玛拉斯瓦咪 也在发言时表示 参加这样的活动 必有机会与达赖喇嘛尊者一同出席 的确是一种荣耀 他表示 几个世纪以来 西藏和印度共享了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关系 在藏人流亡印度后 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联系更加深了 此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 于上周六8月11日 因魏德雅尔克组织的邀请 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市的康拉德酒店 向超过800名班加罗尔市各界代表 发表了关于21世纪的勇气及悲心为主题的演讲 呼吁人民要在21世纪实现世界的和平 以及提升内在价值 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演讲时首先表示 我的人生使命之一是促进人类的一体性 因此我们的思想和言类 应该要致力于为所有的友情众生的福泽而做出贡献 再谈到当前的全球危机尊者表示 除了我们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之外 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 尊者进一步表示 以斯兰教的涉野派和心理派之间 有着共同的信仰 却在相互进行杀戮 尊者强调 以宗教的名义相互残杀是不可想象的 在谈到印度宗教传统的演变时 在谈到达拉喇嘛尊者发表演讲时表示 这是我最喜欢的主题 因为在情感层面 现在我们面临着许多问题 尊者指出 人们在面对困境时 仅靠祈祷是不够的 因此个人必须努力实现自己的内心的和平 尊者表示 在这方面 古印度的文化不仅仅是古老的 而且它与今天的世界仍然息息相关 它对人类的内心和平能够带来极大的利益 此外 达拉喇嘛尊者于本周一8月13日 访问了位于班加罗尔市近郊的达拉喇嘛高等教育学院 并向该学院师生发表讲话 尊者在向该校师生和藏人民众发表讲话时指出 藏人不是属于议员的难民 因此 人望藏人有责任向师人降书西藏境内的真相 虽然中共吞噬了西藏 但未能消化它 达拉喇嘛尊者表示 我们藏人不是属于议员的难民 选择流亡是由于西藏被中国占领 藏人受到了压迫 因此我们绝不能忘记 西藏境内受苦受懒的同胞们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自由 我们是境内藏人的代表 要替他们向世界述说真相 打压人在这边 达拉喇嘛尊者 还向现场藏人指出 有人说达亚喇嘛尊者 活着的时候会坚持非暴力 但之后呢谁知道呢 无论我在或不在 非暴力是西藏的独特理念 永远不能放弃它 我们是一个独特的民族 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 永远不要忘记你是藏人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森森格 于上周四8月9日 应邀参访了班加罗尔市齐克·卡姆尼亚内地法学院 和商业研究中心 并发表以印藏古代关系和当今友谊为主题的演讲 司政洛森森格在发表讲话时 谈到了印藏两国之间的深层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十亿年前 地质板块构造发生变化时期 司政进一步阐述了印度的佛教经典 如何通过西藏几代医师们的努力下 在西藏落地神耕 以及西藏河流对印度和整个亚洲环境如何关联的 在探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推广的印度制造运动时 司政表示 真正的印度制造便是一场深远我们的西藏运动 因为西藏自由运动遵循的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精神 因此如果印度取得成功 西藏的自由运动也应该会取得成功 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负责人 以及旅美华人作家的共同努力下 由华人作家撰写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中文书记 于今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为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丁一夫和李江林共同撰写 书名为《智慧之海达赖喇嘛尊者与当代科学家的对话》 该书旨在表述达赖喇嘛尊者在30多年的时间里 通过与当代科学家和思想家之间进行的对话 对促进现代科学与佛教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智慧之海》一书共424页 由达赖喇嘛尊者欲比亲书训言 台湾年轻出版社出版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总厨启示委员会专家 于上周五8月10日 要求中国政府提供有关其双轨护照签发系统的更多信息 并强调该系统启示和阻碍藏人活的护照 8月10日 在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总厨启示委员会第96届会议 开始审查中国的反总厨启示报告期间 联合国专家们就中国政府对藏人发放护照式的启示政策 提出了他们的担忧 在专家提醒中国领导人留意的五页书面材料中 专家们表示 严重关注双轨护照系统的政策和立法 以及专门针对和启示少数民族的护照发放政策 专家们还提出了 中国当局限制藏人行动自由 以及藏人在进行宗教朝圣事 出本地区以外的旅行自由受到限制 联合国专家在其书面材料中表示 中国政府的这种启示性护照发放制度现已到位 这一政策限制了藏人的行动自由 也阻止了他们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力 特别是那些在其他国家参加达拉喇嘛尊者法会的藏人 专家们还对藏人面临护照扣押和未重新获得护照 以示表示关注 此外专家们还注意到 中国当局对出于宗教目的履行的藏人 实施审讯逮捕和拘留等问题 表达了严重关切 观众朋友们 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话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